謝謝鄧教授 我真的因為自己是讀文的 所以對讀科學的人有一種敬畏 覺得說他們知道 好多我們所不知道的事情 只要看一眼他就知道 整個幾百年幾千年來 這幾萬年的這個過程 但是在我們今天也有一位詩人 在我們中間開始多年做自然觀察家 劉克祥先生 請他跟我們說自己吧 不好意思 我今天是來支持張老師 還有各位專家的 張老師要我發言 那我就稍微談幾句吧 剛剛大家聽張文亮老師的報告 因為我跟張老師也是多年的老師 不知道他今天這個發言的意義 因為他是抱著自己的生命 他剛剛稍微安心到他身子不是很好 可是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這麼激動 為了這段努力這麼激動的發言 而且他講出來的東西 我這邊介紹的原因就是說 因為我之前有寫一個報告 我一直對這塊濕地的過去的歷史 一百多年前 這一塊山肘虎皮還有206的這些濕地 我有一些看法有一些憂心 可是古於古於無科學的更清楚的證據 那麼今天經過張老師的這個 一番發言報告的這個調查 把我擔心的防洪的問題 還有那個生態的特有性 都講得非常清楚 那我非常謝謝張文亮老師 他這個報告 非常謝謝他 謝謝 接下來去趙榮台先生 他是名牧所的副所長 那麼他多年來也做了許多 這個生物多樣性的這方面的研究 前不久因為生物多樣性 那個5122號那個 就有一個展覽在植物園的那個布正司那邊 所以他就叫我去看 我說看什麼 他說看政府所做的事情 我說 叫我看政府做的好事還是壞事 他說那當然是好事 我說那壞事怎麼沒有 叫我們看一看 應該兩個都給我們看一看才對 因為我們也的確做 政府也的確有的時候做好事 有的時候也做了一些壞事 那今天我想他會給我們做比較 從學者的眼光來看的一些這個生物 跟他的多樣性 那我想 假如有的人因為宗教的原物不殺生或什麽 也許是一個美德 不過我們有很多人明著不殺生 我們案裡頭卻滅種 就是我們去滅那個動物的種 殺一隻豬還沒有關係 殺一個生物的滅種 這個是很殘酷的事情 今天的世界不斷不斷的減少那個物種 像蜜蜂就這樣子斷的就消滅掉了 我們都不知道為了解我們怎麼生存 好 我們先把時間這樣給教我們看 不過去年發生一件事情 去年這個時候大概6月的時候 有一個松山高農的教師打電話給我 他在中央研究院的地球科學所附近 那個大溝 你如果去過中央研究院的話 他們也有一個大溝群 這個溝群是一路通到2020冰空堂去的 他抓到一隻山山甲 那個蘇老師不知道要怎麽樣 雅國這隻山山甲 他就到處打電話 他比方打了電話到台北動物園 問他可不可以收容 因為台北動物園盯住滿了山山甲 就沒辦法收了 他打電話給生物動案性中心 在中研院有一個單位 叫做生物動案性中心 這些人也沒有辦法處理 他們說趙龍台做過山山甲的研究 你們就去找趙龍台好了 那他就來找我 我就答應處理他這隻山山甲 我和我助理就在三天之後 就從他家裏面把那隻薄的川山甲抓回來 然後來看以後 這隻川山甲身體上沒有什麽受傷的狀況 我們就按照一個 川山甲有一個救傷的流程 就把他所有的重量啊 長度啊 就把他做了測量 然後我們就抓了一個螞蟻窩 因為川山甲只吃螞蟻跟螞蟻的 然後發覺他取食也非常正常 我們就決定把他放回到原來的地方 照理講 他從哪裡來呢 你從Google上面去看的時候 202冰宮廠是唯一在這個中研院附近 可以住川山甲的地方 這是一隻幼庭的川山甲 我們猜想那個 他為什麽會跑到中央研究院去呢 因為我們現在做的溝渠 都是懸崖 川山甲走到這個路 這個邊上了 過去有很多這個案例 川山甲就掉到那個水溝裡面去 他再也沒有辦法脫困 他必須沿著這個水溝走走走 最後就走到中央研究院 終於被這個蘇老師找到了 把他救起來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進入 原棲息地去釋放他 我們只好再放在 細子跟那個石定的地方 一個西定路的地方 就把這隻川山甲放走了 那麼根據野生動物保育法 這個川山甲是保育對動物 它必須要加以保護的 那麼我們相信這個 二雲二兵工廠是在 我們有理由相信 因為它是 它是一個很好的川山甲的棲息地 裡面應該住了不少的川山甲 因為這是一隻幼幾的川山甲 一定有一對健在的父母 我們覺得那個地方應該是 川山甲很好的棲息環境 那麼川山甲在的地方 代表那個地方是一個健全的生態系 這個健全的生態系裡面 對於台灣的物種多樣性的保育 非常的重要 我們過去都批評軍方 但是我大概二三十年來 跟很多保育界的朋友在討論的時候 我們發現在軍方管制的地方 台灣的物種的多樣性保存得最好 比方說清泉鋼機場 台灣最純最沒有經過 這個遺傳污染的環境制 在西南岸的這個海防部隊的營運區裡面 你總是會看到非常好的海岸裡 非常完整自然的海岸裡 2020冰工廠裡面有藍卷 我們沒有做過調查 但是裡面有很多豐富的條類 可是解研之後呢 大家都想軍方的土地 大家要希望他們釋出土地 從已經釋出的軍方土地看來 比方說西南沿海的這些海岸管制區 現在已經不是開發不當就是人為破壞 已經盪難無存了 所以有這些產後的教訓 我們處理2022冰工廠這塊土地的時候 一定要小心 我的文章 我的稿子叫做2022冰工廠有多少物種 我提這個問題 我沒有答案 因為沒有人在裡面調查過 這個能夠進去第一次的 大概只有張文亮教授 非常有趣的是 中研院有一個生物動態系中心 這裡面有很多優秀的生態學家 不過我所知道的 中央研究院從來沒有諮詢過他們的意見 院方原來答應他們要做一些生物調查 後來不了了之 有常識的人都應該知道 我們要不了解一塊土地的背景和特性的時候 我們沒有權利 我們去選擇或者去決定 他應該有的利用方式 因為我們的資訊不全 今年是2010是生物動態系的國際年 全世界的人都在挽救生物動態系的消失 從國家的角度來講 全世界現在有192個國家 外加歐盟 在慶祝生物動態系年 像我們今天這種 處理2022逼風場的態度和方法 是連一個低度開發國家都不足 另外一個從地方的角度來看 高雄市要急著把已經受到破壞的柴山 要保護下來 可是台北市為什麼要急著開發 甚至於摧毀一塊激進自然的西式珍寶呢 很久不幸 金光特寶寶 餅